又到了紧张设备的卖鱼黄节了 能不能发财就看这一次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哪吒达标哥 上了一个网收获一般般 没有什么特别准备的游户 可是小剥皮多一些而已啊 但是上了一个大八爪鱼 游户算是比较差的吧 因为最近的海水并不好 然后现在是准备过去到下一个网啊 希望下一个网游户能好一些吧 由于明天早上是有点风浪过来啊 所以拉网这个网也就准备反而回去卖鱼了 今天也只是放了两个小网下去啊 大网没放 所以拉网这个网也就可以回去了 网拉上来先上来一条箱头 哎后面还有一条两条箱头 这两条箱头也都挺大的 看起来都要八两以上 又来一条啊同样也是一条箱头 这样子就来了三条箱头了 箱头的价值不高啊 一斤也就三十来块钱 大条的价格会高一点 马上也就来大货了 一条大张红 这条张红看起来应该要三斤左右 有可能要达到四斤 有一条只有第二条啊 最近的张红都是这样子的 有第二条马上也就来第三条了 都挺大条的今天 可惜的是张红的价格不高 一斤也就十几块钱而已啊 不过还好够大条 再来一条箱头啊 已经是第四条了 这样子这四条应该能只够一百多块钱了吧 还挺不错的啊 就这一下子就撞了一百多块钱 接近两百块钱了 又来一条箱头 是遇到箱头鱼群的吗 小软丝墨鱼来了一个啊 这个软丝墨鱼比较小 小是小啊 但是看起来倒是挺肥的 适合拿来煮面条吃啊 增鱼增鱼啊 这条增鱼已经以上了吧 这一条是连尖哦 没想到这个往上来的鱼货 还是挺大条的哦 连尖的价格跟箱头差不多啊 都是三十块钱左右 还是箱头 今天的箱头怎么这么多哟 关键是都挺大条 这么多灯火照尤的鱼船 就中间只收最亮 这个链连尖都是成酸成堆的吗 这个真的是上网一条又来一条啊 我怎么感觉像是要放大网一样 小网这么多大货 这时候该柠檬登场了 这下子上来就是小网该上的了 小薄皮啊这条够大条啊 大薄皮也是过来凑热闹的哦 发觉这个网上来的鱼货都挺大条 就像刚刚那条小薄皮 它也是挺大条的 大薄皮也是大条一点 开始上柠檬的时候 应该是会好几条一起来啊 我觉得是 来了第二条应该有第三条 第四条一起来了 直接告诉我 柠檬肯定是成群活动的 慢慢的它们就过来了 纳哥鱼 我们本地叫做狗母鱼 今晚的大薄皮还挺多 记得去年的时候大薄皮是成群的 一来就是几十条的 这条柠檬看起来倒是挺大条的 最近偶尔都会有几条这种纳哥鱼 也叫狗母鱼 这种鱼在我们这边也不值什么钱啊 又来了一条链尖 最近补到的这个八爪还挺多的 而且都挺大个的 像这种大个的八爪已经大概是 三十几块钱到四十块钱之间 数量多的时候会便宜一些啊 数量少的时候又贵一些 拿来爆炒味道是挺不错的 这个网箱头的数量要比小薄皮鱼多多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值钱的鱼货过来 这个网的大薄皮就上了好几条了 大薄皮的数量比小薄皮还要多 但是大薄皮的价格是比较便宜啊 两盒的一斤大概是五十块钱左右吧 又来一条链尖 今天的链尖数量也是挺多 很少见有这么多的链尖过来啊 养活的小薄皮要比大薄皮好迈一些啊 一斤要达到六十几块钱 小薄皮要比大薄皮的肉质细腻一点 比它鲜甜一些 又是一条大薄皮鱼过来了啊 而且今天这些大薄皮看起来都是挺大条的 都要达到两斤以上啊 这一条估计要达到三斤了 今天的柠檬数量还算是比较少的吧 没有前几天那么多了 刚一说得少它又连续的来 你是在调戏我吗 刚一说得少它又连续的来 刚一说得少它又连续的来 来了一大个海胆啊 挺大的 柠檬鱼都是成群活动的 一来都是好几条 只要能种个两三条基本后面都会还有啊 鱼货不够 石头来凑啊 这块石头够大块 这可是鱼的脑窝 赶紧把它换回海里去 来了一条山刀哦 不过这条山刀看起来是比较小条啊 应该也就三四两吧 差不多 海里海里 是这个网的第一条海里 不过也是比较小条啊 又是连续的来鱼货 我估计肯定是这个网又是要快拉网了 每次都是快拉网了才连续来鱼货 网快拉网了鱼货就成群绝对的过来 每次都这样 我说的对吧 肯定是网快拉网了 不过这个网的收获倒是挺不错的 鱼货够多 特别是香头跟柠檬数量比较多 第二个网拉网了 第二个网的收获就要比第一个网好一些 起码柠檬鱼跟其他的鱼货比较多 虽然薄比没有上一共那么多 其他的鱼货就比较多了 还有之前的货就没有啊 但是上有小上当还有这个八爪鱼 海虹帮什么的这都没有啊 赶紧把这些鱼货放到冰箱里面 用冰盖子保鲜了 准备返航回去了 这一趟的收获一般般吧 鱼货不多 然后明天有点风 所以就准备返航回去卖鱼了 就不在这边过夜了 凌晨的一点钟 已经到达鱼牌这边了 准备把鱼货卖一下 又到了紧张设计的卖鱼黄节了 能不能发财就看这一次了 鱼货刚刚全部卖完了啊 就剥皮跟巷头比较多 还有柠檬其他鱼货都比较少啊 所有的鱼货卖了2000块钱 1980鱼爬的网上2000块钱整啊 还算是挺不错的吧 才放了一网像两个网而已啊 平均一个网1000块钱吧 第二个网其实收获好一些 第一个网比较差 然后现在已经是凌晨了一点多了 准备回去洗澡休息了 好了 这个视频也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我是拿打标哥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